传说山中住着一只美丽的神鹿 从来没有人亲眼见到 这一天 皇宫里的王后梦见了神奇的九色鹿 她醒来后久久不能平静 便向宠爱她的国王说道 这宫中虽说什么也不缺 可我却苦苦得不到心爱之物 我堂堂一国之主 还有什么不能满足王后的 我呀 昨天梦见了一只绝美的鹿 皮毛九色 鹿角雪白 在夜空中闪闪发光 人家就想要那九色鹿皮 做一件皮草大衣 让姐妹们羡慕羡慕 这又何难 待本王张榜天下 谁要是能为王后找到此路 便赏赐黄金万两 王后听吧 喜不自身 但还有一人 比王后更开心 这人看到巡路布告上的赏赐 一路狂奔到皇宫门前说道 小的有重要消息 要禀报大王 剑有人知道九色鹿的下落 王后马上给其国王 让他顺利军队 前去其路 九色鹿知道 在身后的丛林 士兵们早已将剑对准他 但他毫不畏惧 望着迎面走来的国王 缓缓开口说道 若我猜的没错 您就是国王 而为您引路来此的 正是他 不得了啊 此路不仅会开口说话 而且料事如神 在射杀我之前 我有一事 要说与国王听 我久居着山中 原本自由自在 但有一天 救命啊 救命啊 今日 多谢神鹿相救 不必多礼 只请你替我保守秘密 别向人泄露我的踪迹 神鹿放心 若我泄露半点 我就浑石生疮 不得好死 原来这告密者 正是九色鹿当日 在湖中救起的历史之人 他本答应九色鹿 绝不泄露他的踪迹 而今日却恩将 将国王军队引到此处 猎捕九色鹿 已经攀炼钱财 而出卖救命恩人 真是个十恶不赦之徒 神鹿仁慈 是这人建立忘恩 今日多有冒犯 本王心感惭愧啊 我们这就退兵 天道有轮回 善恶终有罢 原来那九色鹿本是 世家蒙民的前世 隐居山林 默默造福本性 后来国王下令 全国上下不得杀害 捕捉九色鹿 王后也因贪婪 被打入了宫 人们终于明白了 比金钱和美丽皮包更加珍贵的 是那颗善良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终于